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银色眼影惊艳登场,流光一彩令人陶醉 在2022年的后半段,一股大型的专辑风潮正在艺术家圈子里兴起 透过这样的影集,艺术家不但能提高自身的吸引力,也能把自身的形象推上一个新台阶 在这股潮流中,有一个明星受到了网名和歌迷的欢迎 他叫赵丽颖,又叫影宝 自从他进入娱乐圈后,便出演了不少电视剧,而且每次都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像《花千古》、《陆珍传奇》、《楚桥传》等等,这些都是他的代表作 他将人物的个性拿捏得炉火纯青,深得广大网民和观众的喜欢 赵丽颖是一个女孩子,她的成就并不容易 和其他艺术家比较,她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 她没有优越的出身,也没有家族的支持,更没有什么优越的条件 她截然一身,全凭自己那可怜的底子支撑着 同样,她也不是职业选手 她的起步,在那些从北大、中系等学校走出来的明星当中,算是比较低的一个 但是,她凭借自己的奋斗,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这个高度,并成了一线明星 这种成就,让人羡慕,也让人佩服 近日,赵丽颖亮了一双亮银的眼睛,绽放出柔和的光彩 她手中拿着一束金黄色的鲜花,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让她看上去优雅而妩媚 这还不算,她那张精致的脸蛋,让她的身体更加吸引人的目光 她本来就长得漂亮,再加上她那特殊的身段,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酷酷的女神气质 她既有力量又有容貌,这样的美人,实在是让人难以抵挡 赵丽颖生于1985年,因出演雅虎搜星而出道,成为冯小刚团队的第一名 从那以后,她陆续在心还珠格格,陆珍传奇,山山来了,花千古,乘风破浪,楚桥传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下,幸福到万家,还有好几个新剧,十三,十四,十五,等等 这些都是她最近在拍的,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人物,赵丽颖总能把握住自己的角色,并将其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 赵丽颖在婚姻破裂后,不但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成功,还把她的孩子们都好好地养了起来 她获得了冠军之后就变得很忙了,所有人都在祝福她,祝福她的孩子,也祝福她快乐地长大 赵丽颖感人的事迹鼓舞了很多人,她依靠自己的能力,勤奋和才华,一步一步爬到了顶级明星的位置 她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强弱之分,只有付出了,才能取得胜利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有勇气追逐你的梦想,并且全力以赴 在日新月异的娱乐圈中,赵丽颖是否还能坚守住自己的位置,并持续迈向更美好的明天,仍是一个疑问 她是否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演艺圈中,持续发挥自己独有的优点,让观众们拭目以待 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将会看到 赵丽颖的美丽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银色眼影散发着流光溢彩,如同星空中闪烁的繁星,轰托出她那双深邃的眸子 而她的金色花朵装点着画面,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中的瑰丽花朵 为整体造型添上了一抹独特的艺术色彩 赵丽颖不仅仅是演艺界的佼佼者,更是女王范的代表之一 她的气质和风采让人不禁联想到皇室贵族的优雅 在这一身装扮中,她展现出十足的女王风范,仿佛是穿越时空的皇后,高贵而点压 这次的造型不仅凸显了她的外在美,更是展现了她的内在气质 整体造型的精致和协调,让人不得不对她的时尚品味和神美眼光竖起大拇指 赵丽颖如同一位时尚女王,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每一个注视她的目光 无论是银色眼影的灵动,还是金色花朵的璀璨 赵丽颖都以她那独特而迷人的方式,彰显出女性的优雅和自信 她的美丽如同一朵绽放的花朵,散发出芬芳的光彩,让人为之倾倒 总的来说,赵丽颖在这次的造型中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美感和女王范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她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魅力,让人不禁为之倾倒,对她的美丽赞叹不已 王一博缺席这阶六,观众反应如何?门票大幅降价,引发热议 没有了王一博参与的这就是阶五第六季节目,究竟如何呢? 这档节目从一开始队长还未官宣之前,就一直在等待着王一博的参加 只不过如今王一博对于自己的未来规划已经足够清晰,且已经参与过三季的节目 这就是阶五第六季注定是等不到王一博成为常驻队长了 最多在最后总决赛时,作为惊喜队长出现 那么从第一季到第十一季,这就是阶五第六季不谈内容,光谈谈其所谓的数据又如何呢? 在节目组官宣对长之初,网友们就发现,这档节目一贯的赞助商,小蓝萍雪花啤酒不见了 曾经那个稳稳挂在这就是阶五五个字五季之久的赞助商选择了撤资 节目组在进行battle的时候,再也无法转小蓝萍 即便后期有一些赞助商进入,但这个陪伴了五季之久的最大赞助商的离开,着实是领人稀释 不谈节目组的招商,再来看看观众们对于这档节目的追捧吧 黄牛的定价永远是决定一档节目是否火爆,是否具有真热度的最好媒介 如果一档节目中嘉宾都平平,他又怎么会抬价对外售出呢? 如果一档节目中有真正的顶流出现,黄牛又怎么会放弃唾手可得的利润呢? 有网友询问黄牛这就是街舞现在多少钱? 黄牛的回答从1900元再到1650元再到1350元,最后到了1000元 很难不令人遐想,下一步是不是直接降到三位数了? 而同样也有其他的黄牛直接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现场摇人 需要10名年轻男女群演,饰演观众30岁以内的 费用每人100元这种招募群演的方式往往只出现在没有关注度 且制作方对于群演人员紧缺的情况下 这就是街舞节目组委时不应该缺这个热度 只能说离开了王一博之后,节目的基本盘真的下降得太厉害了 有王一博在的时候黄牛们直接开价3万都打不住 别说这种这就是街舞,需要王一博上场Battle尽情展示自己街舞能力的竞技类综艺 就是天天向上不用王一博有任何动作 单纯站在大张伟老师旁边,安静倾听的谈话类综艺 他都能将门票卖到2万多 黄牛靠什么来决定一张门票的对外定价?自然是市场反应 王一博有足够的实力成为顶流 无论他出现在哪里,总会有粉丝去见他一面 总会有品牌方为他买单 王一博在的时候这就是街舞火锅间是真的吃火锅 肥牛肥羊各色菜品应有尽有 王一博不在的时候,这火锅间倒不如直接改成水果间 连个火都不开了 只能说王一博在前面3季的确为这就是街舞节目组带来了绝对的热度与招商 否则这节目组合至于连现场观众都要招一些群演呢 有王一博在的时候,粉丝们如果真能抢到票甚至可以人挤人 做满整个演播厅 作为编辑,我深感王一博在这街六的缺席引起了广泛关注 观众们对此的反应可谓是举世瞩目,讨论之声不绝于耳 王一博一直以来的才华和表演实力都让人铭记于心 他在过去的作品中塑造的角色深受粉丝喜爱 这次他缺席的消息无疑让许多观众感到失望 不过,制片方采取的门票大幅降价的策略却引发了更多热议 这一举措究竟是为了弥补王一博缺席所带来的遗憾,还是有其他打算,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这个热议的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王一博多才多艺的一面 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演技,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 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仅来自于他的颜值,更源于他对艺术的热爱和不懈的努力 因此,虽然这街六的情况让人关注,但我们也期待着王一博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展现他独特的魅力 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他的才华将不断点亮影坛,成为华语娱乐界不可忽视的一颗璀璨明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